九合一選舉進入到了最後倒數階段 不過當然了很多人都認為 今年似乎對在野黨的氛圍比較有利 對於執政黨而言反而是個挑戰 不過我們就幫你整理出來 從2012年到2020年這8年裡面 其實有5度的選舉是被翻盤3次的 有6個縣市其中是比較搖擺的 我們先幫你整理出 哪邊是鐵票一塊是洞都沒有洞的 包括了連江、金門、花蓮、台東、屏東 嘉義縣跟台南 這些地方都被認為是綠營大票倉 或者是深藍選區是鐵板一塊 不過其實這樣子的算法還包括了 如果這個地方原本是深藍的大票倉 但是在總統大選的時候被推翻了 反而是民進黨他的得票數比較過 也算是被推翻一次 所以這輪替次數有一次的包括了 新竹市、基隆跟桃園 那麼有兩次的則是有嘉義市、雲林、苗栗、竹縣、宜蘭跟高雄 那麼哪些地方被翻了三次呢 其實包括了這些地方 大家都認為比較搖擺的 像是臺北、新北、臺中、彰化縣、南投跟澎湖 這些地方他們都認為要特別的關鍵跟注意 其實在二零一二年的時候 當時雙英征 而當時是馬英九前總統大勝 所以對藍軍而言是士氣大增 不過到了二零一四年 柯文哲參選之後 沒想到北市竟然就被拿走了 二零一六年的時候 因為國民黨有換柱 所以導致綠營也拿下了極大的勝利 二零一八年的時候 寒流崛起 那麼讓藍營大勝 而且連帶的是拿下了很多的縣市 也為藍營增加士氣 但這股市氣並沒有延續到二零二零年 咦 民進黨打抗中保台牌 竟然也拿下了八百一十七萬票的勝利 而到二零二年今年了 執政黨相對低迷了 但是這個白色力量的崛起 再加上藍營的分時 今年的選戰會是怎麼樣的結果呢 三天後見分架 禮拜六就要投票了 各黨都在進行最後的衝刺 但這次得票到底要多少才能當選 我們帶你連一次來看 可以看到中逢選會這次公布 九合一的選舉人數是一千九百萬人左右 那麼預估七十六萬人是首投足 而縣市首賞方面則是有一千八百九十六點七萬張選票 那麼目前台灣的規定 得票數多的當選 贏一票也是贏 但是要贏多少才有辦法當選 我們從六都來進行分析 看看台北市的部分 選舉人數大概是兩百零二萬左右 那麼以2018年 投票率百分之六十五來計算的話 大概會有一百三十一萬人出門投票 不過呢 今年台北市其實是撒喀都的情況 要贏可能至少需要大概四成三左右的得票數 因此呢 大概是五十六萬左右才有辦法當選 那麼在新北市方面呢 人口最多是三百三十一萬人 預估會有兩百一十五萬人出來投票 這邊呢 是侯友宜對上林佳龍 只要過半一百零七萬就有辦法贏 那麼在桃園方面呢 雖然有這個民眾黨的賴香玲 還有五黨籍的鄭寶欽出來角逐 但是呢 外界其實普遍認為 最後還是會變成藍綠之爭 因此呢 只要過半大概是五十九萬 就有辦法贏下桃園 那麼在台中台南高雄的部分呢 則是比較正常一點 也就是藍綠之爭的部分 因此呢 台中大概是七十三萬人 台南是五十萬 而高雄則是七十四萬人 所以呢 開票日如果超過這個數字的話 有很高的機率 他就是下一任的市長了 選舉倒數只剩下三天的時間了 不過有一個縣霞市 這一回呢 卻格外引人關注 那就是竹北市了 那麼呢 竹北市的人口雖然不多 但是有很多的產業都在這邊 尤其是竹科的發展 都跟這邊息息相關 也因此讓他這一次的選情 備受關注 我們先來帶您看一下 竹北市的背景資料 包括了 他的人口大約是二十點七萬 占全縣的人數大約三分之一 是新竹縣最大的城市 那麼也是第二大縣霞市 而現在因為竹科的進駐 那麼他結構呢 是逐漸的年輕化 那麼這一回 當然也有人要來 角逐竹北市長了 包括了民進黨的政朝方 不過當然了之前他就有被踢爆說 是不是有地方精神的問題 國民黨也派出的是立委林維州 但是林維州也被爆出有草地的爭議 那麼之前想要披掛民眾黨出征的零冠年 後來因為酒駕的案件被砸了 所以他現在是以無黨籍的身份 要來參選竹北市長 這三個人現在都想要競爭竹北市長寶座 不過我們帶您看到的是 因為政治結構過去呢 都是比較傳統保守的 政策趕不上現實的需求 所以他們這一次都主打 要讓竹北不一樣 那麼高鐵竹科 臺原原區呢 現在都在這個地方 那麼未來呢 叫竹科新貴 佔比會越來越高 所以這個地方 有沒有可能有新發展 還得先看看這些人 他們要投給誰 來當他們的市長了 選職日快要到了 但是疫情還沒有結束 但日前才宣布 如果確診者隔離還沒完成的話 是禁止外出投票的 但是專家就說 這有可能會有違憲的問題 先提醒大家一下 投票日當天呢 是千萬不要戴 可以辨識候選人的口罩出現 包含上面有印號次 或是名字的通通都不行 否則呢 最高可以罰到500萬元 不過其實我們現在的防疫規定呢 是一直在逐步放寬當中 現在呢是5加N 也就是說如果您是21號到26號間確診的話 當天是禁止外出投票 但是而且呢 違者呢 最高可以罰到200萬 但這也導致一個問題 就是有些民眾 他寧可呢 是隱瞞自己的病情 也要出門投票 但是如果到時候真的被罰的話 其實專家說 如果提憲法訴訟的話 未必會輸哦 原因就是因為投票 是人民的基本權利 就算要為了防疫 也必須要符合 法律最小侵害的原則 但是呢其實在疫情期間 有大選的不只有台灣而已啊 難道各國都是一樣嗎 可以看到呢 韓國怎麼做呢 韓國他們是決定要拉長投票的時間 讓這個確診者跟沒有確診者的人 來進行分流投票 而日本方面呢 他們是緊急修法 來進行開放郵寄投票 而美國在2020年的總統大選的時候呢 當時是疫情高峰 他們決定呢可以提醒投票 而且呢也開放了郵寄投票 奏成什麼結果呢 當年的投票率是66.8% 也創下了紀錄 不過呢 指揮官網民主說 他可能是不會參考南韓的經驗啊 因為他覺得 南韓其實算是個失敗的經驗 在當天呢 這個沒有確診者遲到 而且呢 確診者反而走到 最後變成了 這一些民眾是全部混在一起投票 而當初其實南韓的中選會 也曾經對外道歉 團結吹票 拉票 雇票 去投票 就會贏 玄政道處逢 今期12小時 總統蔡英文 親上火線吹票 接下來的總統任期 我要把台灣顧好 需要借用你們的力量 支持民進黨的後退 讓我更有力量 帶領台灣在國際上 站穩腳步 維持台海的和平穩定 把自由合一的地方選舉 好像變成台灣生死存亡戰一樣 尤其台北市選戰 就擔心最後關鍵時刻 重中之重的首都氣爆發酵 我要請大家想一想 我們要讓台北重回國民黨執政嗎 靈魂的主人 把自己心目中的希望 把它投出來 輪番喊話語氣更重 尤其針對基本韓 就要集中悲懶選票 但要說到 氣飽這兩字最怕的人 應該就是他 陳時中先生 我不要說什麼 我覺得他是在 票竊我的政見嗎 做自己的主人 是我們喊了多久了 這場選舉 不是講萬一一個人的選舉 這是一場價值對抗的選舉 三角度選情三個人都怕成為被忘記的那一個 就在黃山山大同區掃街掃到一半 黃山山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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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黃世堅 感性的好朋友 黃世堅車隊剛好路過 兩人沒有越線 卻在彼此的範圍內 用力幫對方加油 但等等 旁邊還站著同選區 也要選議員的林真宇 我相信山山也在幫我搶救 因為其實最後時刻了 我們要好好的努力 希望大家感性跟理性 都可以支持挺山山的人 強調黃山山是為自己而來 兩人用一步一腳印 走選區搶攻審民的心 但對手想加進腳步 拉開距離 都開始車隊掃街行 謝謝你 謝謝 找來前副總統 陳建仁駐政 這台掃街車怎麼長得不太一樣 香檳色的車體 除了有加高的護欄 還有270度防彈玻璃的保護 原來是考量前副總統的身分 國安局特勤中心 出動防彈掃街車 還有多台維安車輛 讓陳時中意外體驗 元首級掃街 儘管陳建仁都說 要放棄副總統禮遇 但維安還是隨行 這樣是不是等於 花人民公堂助選 陳時中進辦聲明 自己都會買單 只是說到維安保護 可不只有陳時中 強烈綠營大票艙 就怕遇到不同意見的人 地方分局加派警力 隨行在蔣萬安的車隊裡 台北市警局表示 三位候選人都有派兩名貼身隨護 地區分局更會是每個行動 最少派兩組八人幫忙維持秩序 也會視情形增加警力 只是警方幫忙開道 還要派人保護候選人的安危 一不小心就會演變成這樣的情景 常常的車龍都還沒得到選民的心 就先點燃又入人的火 TVB 新聞 張家寶 韋佳琪 台北市民播動